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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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我们昆士兰华人医生协会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 是在昆士兰注册的华人背景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团体 两年前我们因为人员越来越多嘛 所以我们正式注册了 作为昆士兰华人医生协会 我们就简称为昆华医协 英文就是QCDA 所以我们的宗旨呢是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建立一个我们医生之间的交流平台 和一个学习的一个机构 所以呢我们通过微信就是一个 就是经常每日都有的一个这种交流的平台 所以非常活跃的 这是一个 第二呢就是我们组织了 现在组织了很多的这种educational的meeting 我们去年呢一共开了十次这种meeting 非常受欢迎的 也是类似像workshop这样的 对workshop 我们请各种不同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解 不同的topping 不同的就是常见的疾病啊 常见的一些就是医疗的这些知识 这是我们也要大家不断的更新嘛 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就是为我们的社区服务 这也是我们的宗旨之二 而且我们去年我们组织了五次这样的workshop 讲座 就是不同形式的线上线下的 我们都有都积极的为社区服务 第三个宗旨呢是就是沟通交流和外界的 社团的还有国内的 对国内的 对国内的 对我们去年有那个就是 那个省份的 是广州来的 是你们讲过去吗 还说他们过来 不是这次是他们过来 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现在也正在 兴起这个就是家庭医生的培训 因为我们这里的培训机制已经非常完善了 对成熟了 是的所以呢在国内还在进行当中 他们非常感兴趣对我们这里的GP的培训啊 工作职责呀 这些他们非常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为祖国的医疗事业 也贡献一份力量 贡献一份力量 对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好沟通 对的对的 是那非常好 对所以我们协会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100多人了 那真的是很多人 是的是的 其实我现在身边呢有很多的留学生以及一些新的移民 还有一些长辈了 其实他们是在奥就医的一个过程当中是 其实是 其实是还蛮多困扰和困惑的 就是不知道一个具体要怎么样去看病 对能请施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可以 因为在澳大利亚的医疗体系和中国真的是不一样的 特别从看病的这个程序流程来说 大家知道在中国看病的话你首先就是去医院 对对吧 找专家 对 你头痛了 就跑医院去了 是的 什么事都是找医院 但是在这里呢在澳大利亚第一个你应该想到的是 就是local的家庭医生 所以这个家庭医生呢非常重要 除非是有急诊 特别的急诊 这个呢什么时候要去看急诊 在下一个话题我再跟大家展开来再讨论一下 对继续再讨论 所以一般的来说大部分的疾病啊健康啊保健啊 都是在GP家庭医生 GP就是家庭general practitioner 是 GP简称是在那里就是进行的 嗯 所以呢 每个人我都觉得应该有一个自己可信赖的家庭医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医疗保健 嗯 可以 我们可以说是包容万象 是 从小孩 婴儿出生 到老人孕妇的孕产期 我就说了 方方面面 对 那个小孩 怎么说呢 那个小孩从产前开始 家庭医生对你是最了解 最那个 从孕产期 产前开始 就一直是看这个家庭医生 对 看这家庭医生从产检到七天的那个新生儿检查 是 到后来的疫苗 每个周期的那个体格检查到后来又成长 对 到最后一直跟着这个家庭医生 一直是跟着这个家庭医生的 所以家庭医生其实也是非常了解这个 是的 这个人的情况 对对整个家庭的情况 对这个病人的情况都是记录在案的 所以都比较了解 所以这个呢 对你的看病是很有讲究的 很有帮助的 对 所以家庭医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了 就是说除了急诊以外 你就是要去看 你也可以来看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如果是需要给你转急诊的话 就给你转急诊 这是另外一个家庭医生的功能 职责 就是转诊 转诊 可以转诊 转慢性病的话 可以转到专科医生 对门诊 都可以 这样的 所以呢 家庭医生呢 是你第一时间需要寻求帮助的人 如果你哪里有头疼脑弱 哪里有不舒服 任何问题 找GP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因为GP是健康保健的基地 宝塔下的基层 是 85%到90%的都是在那里进行的 所以预防保健 常见病专科医生的合作 都是在GP做的 而且它提供的是一体化的一个服务 就是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 都是在一起的整体的全方位的 所以对 我们从生命的起始 中间的健康保健到最后 我们还临终光环 所有这些都是全套系统的服务 所以呢 在澳洲呢 找到一个家庭医生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这就是大概一个看病的一个过程 先要去求助到您的家庭医生 然后又让家庭医生来判断说 您现在是最急需去寻求一个专家 还是说是要去到急诊这样 是的 对对对 那其实我就就这样子通过聊天 也是发现说中澳的医疗体系 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在 是的 而且其实很多国内来的人呢 他在这方面会存在一些误解 或者是一些误区 对对 不知道说实医生能不能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和探讨一下 是的 是的 因为几个星期前嘛 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对 说有个留学生 是 有肾结石肾脚痛 嗯 肾脚痛呢 问我能不能找专科医生看 嗯 我就是像这种情况 我第一我要问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痛的程度怎么样 是 如果非常疼痛 像这种肾脚痛是非常痛的 对 这种疼痛的程度就应该去看急诊 就完全不能忍 对如果不能忍 但是呢 如果他不是要疼得很厉害 对 你可以到家庭医生那里去 所以呢 像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做 嗯 就是 当然因为他打电话问了我 对对对 通过朋友问了我以后 我就给他建议了 像他这种情况 他最后还是去了急诊 嗯 他会担心 他说如果他去了公立医院 会等很久 我是不会的 嗯 下面我会讲到 就在澳洲看急诊的 我们就有一个triage 就是一个分 分类 分类 对 根据他的轻重缓机来分的 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是 但是呢 就是我们 说到急诊 下面我们是不是就聊一下急诊吧 是啊是啊 那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要去到急诊 嗯 我们自己可以也去判断 可以 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 有几点 要首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澳洲的急诊呢 是24小时开的 嗯 而且是不需要转诊 对 自己都可以直接去的 是 而且呢他不会拒绝你 嗯 只是有一点 你可能要等 对 问题呢就是不管是公立和私立 他都会有一个分整的一个程序 嗯 他是你刚进去的以后 把你的名字注册以后 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注册护士 嗯 就会给你做我们叫吹压的护士 OK 根据你的病情轻重缓急 所以你来分类分五档 OK 所以一档是马上有生命危险的 是 那是就直冲进去的 很多是就用车进来的 明白 第二档就像有拼脚痛的 是 有呼吸困难的 对 这种就是时间刻不容缓 是 这种就第二档也是马上都会进去的 他们都有抢救是会直接进去 不会等的 第三档呢 就是你可能有痛 但是呢 就是还是 不是不太会致命的 是 这种痛 他也会给你处理 就是医院呢 医生呢 他会把你马上处理好 处理好以后 再给你观察 在这种 还有接下来的 就是头疼脑热的 脚扭了 受伤了 发烧了 这些四等五等的 那这些呢 其实希望你们呢 不要去到急诊区 就到家庭医生去 是的 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说的一句话 因为真的是资源还是挺紧缺的 所以很多人要等很久 我们希望把就是 最重要的这些资源 留给更需要的人 对 所以把急诊 emergency leave to the emergency 是 所以大家就是要了解这个情况 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轻重缓急 对 所以下面呢 我就是说是 如果说是一个慢性病的状况的话 对 一个大概的就诊 是的 对 所以下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些 等于是小常识吧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你要去看急诊 或者是要打Triple O 就是Zero Zero Zero 就是叫救护车的 是 是这样 第一个最常见的 胸痛 胸痛最常见的原因 我们不能忽视的 我们就是看病 我们有几种状况 就是一种是常见的 一种是危险 不能忽视的 这种胸痛 比如说是心脚痛 对 还有就是心梗 心包炎 还有肺栓腮 这些都是非常紧急 而且非常紧急的 像这种情况 如果你有胸痛 像这种情况 马上打Triple O 就打救急电话 救护车马上会来 而且几分钟就会到 他而且会告诉你怎么做 这是一个胸痛的问题 对 第二是中风 有中风的症状 中风的症状 就是突发性的头痛 是 一下子 我们说我们这个头痛怎么说 就好像被那个板球板 打了一下 对 那种痛 你想不是平时你早上起来 哎呦头有点胀痛 有些那个 那个不一样 突发性的一个痛 突发性的严重的头痛 一下子的激烈的头痛 这是一个 这是有可能是初学性的中风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叫Fast OK 就是它中风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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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脸一边掉下来了 面瘫了 面瘫了 对 第二呢 手抬不起来了 对一边的瘫不起来了 还有呢 说话不利用了 这种情况下面 要打救护车了 是 要打救护 我们叫后面一个T 就是time time就是分秒毕震 打救护车 告诉他我可能有中风 我说话说不利用了 而且我手抬不起来 直接告诉他们这些情况 他们就马上会 那个的 这是中风的情况 第三个呢 比较常见的是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 因为在澳洲呢 像这种哮喘病 其实还是挺常见的 挺常见的 对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 也是好像有哮喘的一个状况 对 像哮喘这种情况呢 有一些大部分 其实是轻度和中度的 可以自己控制 可以找你的家庭医生 制定一个 就是哮喘的治疗计划 在什么情况下 该怎么治疗 我现在说的就是这种 呼吸困难就是在重度的 OK 重度的情况下 你要打救火车 怎么来封这个轻重 就是程度呢 我给大家一个小的tip 就是一个小提示吧 就是轻度的话 你完全可以说话 用说话句子长短 来就是来横断它的判断 对 轻度你完全可以说话没问题 是 对到中度了 你只能说短句了 或者phrases就是短句了 到重度了 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在蹦了 我气喘不过来 就这样 对吧 当然就是再严重的话 那你就要休克了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在重度和那个严重 非常严重程度下 一定要打救火车 当然就是你在家庭医生治疗的 给你制定那个计划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在紧急情况下 应该怎么做 对 以后我们可以 可以专题的讨论其他的问题 对 现在只是就是讲一下他这个呼吸困难 是 这个是哮喘的 还有这个呼吸困难可以不单单是哮喘 还有其他的 酸塞 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任何就是气喘过来的 就是对新冠病毒的这个也是 因为他如果重度侵犯到肺的话 他也会口不够起来的 对像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应该去到急诊大救 所以这个很重要 而且都是非常常见的 是 这是一个 还有其他的就是严重的感染 嗯 败血症 那就是打牌子啊 那个整个人就是发颤的 发颤 对 发颤 高烧抽搐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严重外伤的 是车祸的 或者是那个 我有一个病人 那天他们在家里自己砍树 拿个电锯 是 哇 自己这样一砍一刀 天呐 你像这种情况 是的 你肯定要拿这个地方的 是的 这种严重的创伤 还有一些就是出血不止 嗯 出血不止的 特别是病人在吃药的 老人都吃那些 就是抗凝血的药 OK 更加不容易 对 不容易止血 大出血的情况 也要叫急诊 对吧 还有晕厥的 或者是 还有一点 在澳洲 因为自然界里面蛇很多 被蛇咬的 啊 这种 还有严重过敏反应呢 是 这种呢 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叫救护车 去那个 去看急诊 所以出这些情况 当然还有其他的 当然根据你自己的判断 你可以打电话去问 嗯 你打电话去问 没有问题 你告诉他情况 他会告诉你需不需要 他会也帮你判断 对 他会帮你判断 毕竟他也是一个专业的判断 是的 是的 但是就是说我们不要 不要就是说 怎么说呢 我家有个邻居要说故事 我爱说故事 我爱说故事 我家有个老邻居 就是八十多岁老胎的 那天晚上其实是心梗了 他心脚痛 对 他就晚上就没叫救护车 没去医院 第二天一早清早才去 叫了救护车去了医院 后来诊断为心梗 打了指甲做了那手术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为什么不叫啊 对 他就觉得 他说 石虹啊 他叫我 不好意思 你们真的很忙 我说你不要 他说万一不是呢 我说没关系 万一不是 那是最好的结果 对 但是呢 万一是 你不能错过 我要说这个例子就是这个 你有心脚痛 不要担心 就是说是因为 也可能很多时间 其实不是心脚痛 不是心梗造成的 也可能是扭伤了心肌 什么东西 外面的 各种原因 这种情况 但是呢 这种事情心梗是不能忽略的 这些问题 一定要打电话去 第一时间就要去处理 对 所以不要 就是想想 哎呀应该没事吧 自己想想 没事就来着 不要 其实周围很多人都是这种观念 是的 都是觉得我能不去就不要去 是的 是这样子 对 所以呢如果在慢性病的一个状况下面 我们是要怎样的一个就医的过程 OK 慢性病的处理呢 应该说 开始的起始点一定是到你家庭医生那里去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慢性病的启发期 开始都是比较隐患的 有 不太有那个 而且我们平时做一些检查 根据你的家族史啊 根据你的过去的病史啊 你的身体的状况啊 我们会评估 也会做一些几个检查 但是是针对性的这种体格检查 对 来发现一些慢性病 比如说一些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肾病啊 这些很多其他的这些问题 对 这都是最常见的 所以这些呢 家庭医生 其实百分之八九十 我们家庭医生都可以处理 都可以管理好 我们可以给你制定一个就是管理计划 对 告诉你该怎么做 而且我们会像比如说是糖尿病吧 我们都会就是建议你去 把那个dictition就是营养师 告诉你怎么吃 我们就exercise physiologist 就是那个运动的治疗 运动的治疗 运动的治疗 怎么锻炼 还有呢就是那个足病 我们要检查脚 还有那个optometrist 那个检查眼睛 就是都来观察预防这些病发症 所以把所有的每年都给你管理起来 所以慢性病的管理应该都是在 90% 除非他已经非常严重 而且控制不好 而且产生了病发症的情况下 我们转诊到那个专科医生那里去 制定了治疗计划以后再回来 对 所以我们和那个专科医生 是直接就是合作一起的 是的 所以我们经常就是有数信买网 我们写转诊信到专科医生那里去 专科医生写信反馈回来 就是这个人情况怎么样该怎么治呢怎么治呢 对 那我们就carry on 就开始就是一些管理 那非常好 是的 所以这里的管理是在这里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资源 很多的资源 是的 是的 那其实我也知道说最近COVID-19的一个情况啊 很多人就是在目前也是前几天 这个天气的变化各方面 其实有些人就是判断不准说 哎我这是感冒的吗 还是说是COVID-19的状况 所以如果一旦有人就是出现相关的咳嗽啊 流鼻涕这些状况的话 你觉得说我们第一时间要去怎样的做 在现在这个当下的环境之下 就是你就去打电话 首先要打电话 家庭医生就是第一个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已经开了那个 就是电话问诊 可以直接打电话去 人不用去 而且如果你有症状 我们也不希望你直接到诊所去 因为在那个候诊室里面有其他的病人 不想给传播给其他病人 所以呢你就打电话到家庭医生 我们会根据问问问病情以后给你开单 而且直接 对 就直接让你到哪里去做检测 对 是这样 这是一个你可以去 第二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如果有症状 想去检测的话 前一阵子就是开了很多的检测中心 对 你可以直接自己去 也可以 第三个 当然如果你症状很明显的话 直接去急诊 直接去急诊 对 就是你有症状的这些处理 是 其实我知道说就是在疫情期间 空白一邪啊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个社区方面的一个帮助 是是是的 我们就是义不容辞的 对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作为大家的怎么说呢 呃 呃 在前面挡箭牌吧 我就能说呢 就是应该 这是我们应该等 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是 对 所以空白一些具体有做了哪一些的啊 一些措施和行动去来帮助到社区呢 是这样的 从刚开始疫情你知道当时一月份的是非常严重的时候 呃 而且是过年前 是 当时呢 我们就 我们最早就发了通知给社区发了通知 嗯 做隔离 任何从中国回来从武汉回来的 我就建议他们 要做隔离 要做 做隔离 我觉得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 那个华人回来嘛 对 所以呢 我就写了一份 对 我们那个 那个committee啊 我们就开会了 发了一个在微信群里就是 痛发的 就是我很少发微信群的 就是朋友圈 但是那几天发的挺多 就把这些信息 告诫大家 对 告诫大家 就是说 一定要 回来的人一定要做好隔离 第二呢 做好防护 对 要洗手 要那个有感冒症状的 要打电话 对 要打电话 不要去 不要去 就是把这个 怎么知道 这是第一点 我们发的通知 我们在一月底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就 隔离都已经做好了 而且 那个时候 我们担心的就是中国新年 有大批的人休假过来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华人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有很多的那个庆典活动 有 有那个中国节 大游行 对 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就是出台的那个发出去的就是给社区的领导就发了通知 建议他们取消 取消这些活动 所有的这些大型的聚会 对 因为要避免所有的这些聚会 又是传播 对 而且有回来的人 你不知道 如果万一没有症状 又来了 再传下来 那是不得了的事 对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就是基础 对 我看里面好像也有募捐的这一块 对 这个下面一个就是我们发动的募捐给国内的买那些防护的东西 对 而且就成立了一个就是物资的鉴定群 是 就是我们就是专家的我们的医生啊 还有我们几个人一定要严格把关 严格把关 就是 对 保证就是我们运回去的东西是符合标准的 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共用了四拨东西吧 这当中的千辛万苦怎么说了 但是最后还是最后还是挺欣慰的 他们因为我们是 还是帮助到了很多人 帮助很多 因为我们的东西都指定到那些医院要送到医护人员的手 是 后期就是我们在我们就是他们说了我们是第一仗是打的就是就是中国的嘛 帮助中国的 第二就是到4月份以后3月份以后澳洲不是又出现了吗 是 对 对 急诊我们就医护人员 对 而且除了PPE外我们还给那些医生护士们送餐啊 送这些那个礼包啊 就是感谢他们第一线的 第一线的很辛苦 对对对 是 其实说老实话我在这里也要感谢大家 我们医生协会收到很多大家的支持 你们送给我们的口罩啊 手套啊 很多朋友真的是我都是很挺感动的 谢谢你们 我们在第一线 这是我们的工作 能够保护大家 这是我们应尽的一份责任 觉得谢谢大家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石医生帮我们分享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 谢谢石医生 不用客气 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 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呢 只是一些普通的一些常识问题 如果您有什么就是比较 特殊的问题 健康方面的或者保健方面的问题呢 希望您能够找到您信赖的家庭医生 进一步做出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祝大家健康幸福 再见